好啦 馬上來進入我們第一回合 看到你 請選擇 你的第一位是 應該是念木嗎 對 小莫 小莫 你的第二位是 昆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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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第三位是 迪諾好了 迪諾 還好了 這麼勉強 第四位是 來 紀挺 第五位是 楊絲 楊絲 第六位是 小碧 小碧 OK 好 好 那我們就恭喜 請這六位男生進入第二階段 恭喜 第二回合認識你 我相信這六位男生應該很想好好的認識一下女生吧 小莫 自我推薦 請揭曉 等到女友 才會安心入睡 不是不睡覺啦 就可能說 可能說女友 她可能有她們 她們自己的姐妹的聚會 然後 我是也不太會去約束她出去 然後我只會要求說 可能妳到家之後傳個簡訊讓我知道一下 女生會有跟姐妹她很要好 然後聊天 聊到天亮的時候嗎 到天亮嗎 或者說就是玩很晚 會啦 比如說夜唱唱很晚那個 可能會 有時候會 到最晚是幾點 夜唱應該都直接到早上去上課了吧 真的是年輕的年魂 真的 老娘十二點就要回家睡覺了 所以當然會不會因為男生約束妳 就說妳不要唱那麼晚好不好 妳就說好不好 那我聽男朋友的話 還是說妳還是會過自己的日子 當然自己會注意 有男朋友的話當然自己會注意 自己的頻率不要那麼高 對 還是會就是稍微尊重一下另外一半的感受 接下來 坤翔自我推薦請揭曉 好 想辦法耶 就是換個說法 就可能就是 很多男生常常會出去玩 玩到女朋友都不知道人 對 就是我可能會想辦法讓她知道 我在哪裡 沒見到會怎麼樣 沒見到有曾經發生過什麼事嗎 你會輾轉徹夜難眠嗎 就可能會比較 會很急 對 會急 會緊張 是喔 那妳會需要那種每天也要通個電話嗎 每天嗎 對啊 再忙的話當然不用 再忙就不用 是喔 那妳真的是還滿冷漠的喔 沒有就 妳的個性是這樣子 就知道妳在幹嘛就好了啦 所以不一定要每天見面 或是有個聯繫這樣 所以妳的情感的那個建立 是在一個很信任的基礎上面 會不會已讀不回 會不會 不會啦 至少會傳個貼圖 OK 那這也有點敷衍吧 貼圖也沒有比較好喔 好 好啦 接下來迪諾自我推薦 請揭曉 很節省 是的 我想說Jason大師是誰啊 對啊 迪諾怎麼樣 妳的笑話我們catch到了 妳很開心嗎 很開心 我講別的 好 妳講別的 那個我想問一下 妳對於妳能接受的 戀愛對象的年紀差距是幾歲 就五歲上下 所以是大 比如說大妳五歲 或是小妳五歲 都OK 那我大概知道了 那我想要 說兩件事情 妳說 第一個我為第一位 那個小木平反一下 因為她是在第一個順位 所以她接觸女主角的時間 是最短的 所以她可能 沒有完全抓到女主角的心 然後第二個是 妳還幫她說話 昆翔 昆翔 我想要cue她的側臉 給她看一下 側臉怎麼樣 因為她有櫻溝鼻非常漂亮 劉德華 對 有韓國偶像的感覺 再側一點 又偶像的感覺 而且皮膚又白嫩 皮膚白白的 笑起來很可愛 那迪諾妳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因為 她的 預設的年紀 跟我有些落差 所以妳就開始自黑 對 妳就把這個機會讓給別人 把自己講得很糟 然後把對方講得很好 她就是骨肉祭 骨肉祭 骨肉祭 一個環境 所以我才會來 掌聲鼓勵 掌聲鼓勵 好啦 可是妳其實也要有自信 妳要告訴男生對不對 對啊 妳是要有自信的 但是萬一到最後人家就是說 我就是要妳了 迪諾 那妳要怎麼辦 對啊 萬一你最後一刻 會不會不舉手 你幹什麼 什麼動作我不懂 她說 她要 警察 你不是要我嗎 她就把他撩起來 妳在操什麼 她說講到話一半 妳就開始脫衣服啊 到底什麼意思 妳剛剛那個動作是什麼意思 你怪怪的 她如果堅持一定非常確定是我 那 我覺得還是要慎重的考慮一下 年紀的差距 年紀的差距 因為她不在她那個範圍裡面 好吧 好吧 既然迪諾都已經這樣自動退出了 那 迪諾你真的是怪怪的 怪怪 接下來 契婷 自我推薦 請揭曉 已經開始累積財富 是喔 對 我上了大學之後 就都有在打工工作的經驗 對 然後因為家人有在做 儲蓄這一塊的人 然後就了解之後 大概在一年前 就開始有在做儲蓄前的動作 對 女生有儲蓄的就是有理財的習慣嗎 應該還沒有吧 那麼年輕 還沒喔 但是男生有這一點應該算是 會欣賞嗎 會 會 還蠻加分的 那你們要問一些比較敏感的問題 什麼問題 譬如說她銀行裡面現在到底多少錢 不用吧 你為什麼總算要這種問題 我跟你講有些女生是會在乎的 因為她會帶給 不是說她就是很物質 而是說 這樣子會讓女生有安全感 可是這真的是安全感嗎 她還是學生啊 對啊 對啊 所以沒有啊 所以當然不會 可以問沒關係 可以問 可以問 所以是大概 大概十幾 你看不錯了 很厲害 她還在念書耶 那代表說她有儲蓄的好奇怪 十幾塊啊 那你來幹嘛 不是啦 OK 害我翻白了 不錯 OK 接下來楊絲自我推薦 請揭曉 吃飯一定會 這個是有潔癖嗎 還是有必行肝炎 因為 不是 因為我覺得 如果像一般朋友出去 如果去吃飯的話 一起共用 像火鍋 像如果一起用筷子攪 我就覺得那好像在吃別人口水那種感覺 就覺得不太衛生 然後 如果有什麼病菌 那個時候可能也會在 那個時候傳染這樣 有可能會吃到一些畢形肝炎了 那我如果要幫你夾菜 你就不吃了 不會啦 當然不會 沒有我指的是一般朋友 那 女生會怎樣 會讓你覺得受不了 只要不 衛生上面 有什麼行為讓你受不了 呃 除了剛 像剛剛講的吃鼻子以外 還有就是 吃鼻子 當街挖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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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當街挖鼻孔不行 我覺得那算是 蠻絲大牙的行為 那如果只是 鼻子起來這樣摳一下呢 那可以 可是如果你是這樣 我一直挖 好像很想像這樣 那就不行 你不能在當街這樣 這麼想像 欸欸欸 也不要在電視上 又在拍 電視上能更多快看到 他注意耶 對啊 對啊 最後 小畢自我推薦 請揭曉 你愛吃螃蟹 我動手挑出一碗蟹肉 你很有空耶 很有空 對啊 就是你挑完 我已經吃飽了 你知道嗎 真的 你挑一隻蟹大概多久 因為我之前是做燒烤店 然後我們燒烤店是 要桌邊服務的那種 就是阿KEN有來吃過 帶誰 靖安嗎 姓安嗎 沒有 露出來 沒關係 安君燦嗎 那時候是看到他是一個人而已 他一個人 我一個人 去吃燒烤 好像是跟經紀人 還是公司的人我不知道 一個人燒烤 你落寞耶 那我就是田季燦 講得好像沒有 我沒有什麼 沒朋友沒人員 對啊 沒有啊 就是 食燒 你知道嗎 食燒 有 就是那種 然後我們在裡面就有學過 就是用夾子剝蝦 用夾子剝螃蟹的肉 就是可以幫女朋友 做這些貼心的服務這樣 夾子也可以剝螃蟹肉 蟹腳可以 就是蟹腳不行 就是可能蟹身 所以他這方面的 會幫女生服務 女生會喜歡男生 幫你做這種事情嗎 還幫 你應該會有點喜歡吧 獅子座會有 女王的感覺 對啊 對不對 被寵愛的感覺 對 這招有重 你曾經幫男生做過 最大尺度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這樣你覺得說 這件事情我為了他 已經超越你自己的底線 對啊 幫他洗不起來 或者是說搓內褲之類的 有搓 洗過內褲 洗過內褲 這就是你最大的底線 也不會啊 反正就是 就是 可以做就做做看 他如果其實跟我採男一下 我就OK了 我就可以了 所以說就是這樣 對啊 OK 馬上要來進入我們 第三回合 喜歡你 好 請選擇 好 第一位是 和小動物們的約會週記 下段甜蜜上映